从东京 伦敦到纽约 只要踏进都会区 总感觉路人走路像赛跑 事实上这并不是错觉 人们在城市走得比较快 研究回到1976年 证据了一个正确的 人们在城市走得比较快 人们在城市走得比较快 一项历史四十年的研究显示 走路快慢与都市发展成正比 心理学家分析 当整座城市都被广告刊版 汽车与人群包围时 人类就会富有自主加快脚步 另一项1989年开始的调查 比较英国与澳洲十座城市后 也发现经济起飞 对走路速度的影响 之前调查显示 全球都会区民众走路的速度 在十二年间平均快了百分之十 亚洲地区更以百分之三十 遥遥领先 其中拔得头筹的就是地匣 人筹的新加坡 不过专家在1997年的调查中 发现让人跌破眼镜的数据 因为在全球飞毛腿不会排行榜里 这个地方居然一度超新赶杠 在各项经济数据中 表现都不算亮眼的爱尔兰都柏林 为什么走路特别快 原来是因为人口结构较年轻 虽然走路加速通常是环境所逼 不过英国莱斯特大学研究指出 快走好处多多 最常甚至能延寿15年 也算是都会区生活压力之外的难得优点 在新闻综合报道